福岡是為九州最大的城市 可以讓人逛到腿軟的天神區域 運河成了精彩水舞秀 悠閒的大好公園一帶 無敵美景福岡塔 臀骨拉麵真的超棒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著重在福岡市區 雖然福岡有158萬人 但很多景點都在博多車站附近 福岡地下鐵機場線的這幾站 腿力不錯的話 大好公園到博多這一帶用走的也可以 假設我們住博多這一區 飯店吃完早餐 我們從博多搭車10分鐘左右 來到大好公園這一帶 趁商店開門前先去喝杯咖啡逛逛公園吧 大好公園位於福岡市的中央區 離逛街聖地天神這區只有一兩站的距離 搭車不到10分鐘 走路大概也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星巴克就位在大好吃的邊邊 包伯覺得這間店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理位置 像是都市中的綠洲一樣 開在池畔 給一種親友感 地外本身採用低調的咖啡色 跟後方的綠葉融合像是一棵大樹 除了跟公園景觀很大以外 家電跟很多星巴克一樣 使用愛護地球的材料 內裝跟外面一樣使用大量的木頭製作 前方有大片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池塘 後方也有小片窗戶可以看到綠樹 店內窗明激進 使用大量的自然光點亮整間星巴克 讓人感覺舒適且節能環保 今天天氣很好所以我們選擇坐在室外的座位 邊喝咖啡邊吹風 看著福岡的在地人跟旅客享受悠閒的時光 總面積約39.8公頃的大豪公園 比大安森林公園大的三分之一 其中約22公頃的池塘為最大的特色 也是日本較少建的水井公園 是11世紀福岡城築成的時候 將當時博多萬河口裡部分也埋起來而成的 有時間的話大家可以走到渠中藥的小島三個部 提到大豪公園就不得不提一下旁邊的武賀公園 也是福岡城階所在地 雖然天守閣已不復存在 但園區還是保留當初的城牆以及建築 大家可以走到天守臺觀賞公園跟市區美景 這裡也是櫻花聖地 推薦春天的時候拜訪 離開大豪公園這一帶 現在也是商店開始營業的時候了 我們就來好好逛一下天城這一區吧 鮑勃中午想帶大家去吃無敵爆排隊的豚骨拉麵一雙 但為了避免花太多時間排隊 我們下午再過去 如果肚子餓的話 大家就先在天神這一帶吃小東西 天神這一帶真是逛街天堂 如果你要逛百貨公司的話 這裡有超多間 超大家的三月或者帕路口等等百貨公司 讓你逛到爆 如果想要找小店的話可以在大明這帶尋寶 古卓店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不幸遇到下雨的話 600公尺長的天神地下街 也有150家商店讓你逛到爆 小店街有著19世紀的歐洲風格 三個步也不賴 不是那麼喜歡逛街 當然是想在市區散步的人 鮑勃推薦一路散步到天神中央公園這帶 看一下阿克羅斯福岡 這棟長板樹的建築真的很微 是以山為概念 那整棟的建築綠化 大家還可以爬爬山享受一下城市綠洲 過個橋我們就到中洲這一帶 可以參觀一下國指令中央的花材 明治時代建立的舊福岡縣工會堂貴賓館 再經過福伯德愛橋 我們可以沿著河畔散步十分鐘左右 來到了伯多運河城 這裡是一個非常大型的購物中心 就開市中心 除了非常好逛 然後建築設計美觀以外 這裡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水舞燈光秀 每個小時都會有一次 搭配當今最流行的歌曲 配合著精彩的水舞 完全不逛街 在這裡看水舞也值得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三四點左右 大家應該也餓瘋了 我們就來吃個中餐吧 來到伯多車站附近的伊雙拉麵 可以說是福岡最有名的臀骨拉麵店之一 要有排隊一個小時左右的決心 當然如果你挑比較不熱門的時間 就會人少一點 拉麵的特色是密度很高 以及讓魚嬰油醇的臀骨湯底 使用國產的豬肉長時間熬煮 由於濃厚然後帶著泡沫 被拉麵愛好者 稱為像卡布奇諾一樣的湯底 搭配知名麵店至麵屋慶食量身打造的麵 以及超好吃的叉燒等等素材 以及非常友善的服務 不愧對超好吃排隊明天的稱號 現在時間已經六點多了 我們達八十二十五分鐘 前往福岡塔看看夜景吧 福岡塔位於早梁區 是一個高234公尺的電波塔 梁王台位於123公尺之處 可以看到很棒的海景 想像福岡市區的景色 十分的浪漫 看完夜景我們達八十二十五分 回到了中州這代 現在應該有點小餓 我們來吃這裡知名的屋台 這就是開在路上的小攤飯 飯賣不同的料理 這區我們白天的時候有走過 但那時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普通的河濱公園 晚上搖身一變就變成屋台村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料理吃 但在屋台吃飯的時候有些禮儀要注意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看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我會試一下 一會兒 今天準備只有祥福 都要是一位 他的 battag 演唱 但我們別人 這裡有一位 這位的祥福 都要來做 經典 都要來做